影貓對於我來說都是終身的事業 這不是一個賺錢的職業 即使我是一個日本人或台灣人 路都很難走 我希望我會做到 每一年賺夠錢 去一兩次旅行 就是選擇一些多貓的地方 可以去做影貓 一直持續地去做這件事 其實貓就是我最喜歡的動物 我覺得貓是感情最豐富的動物 有時可能有很多東西想 有時好像有點抑鬱 但有時開心的時候 又會表現出很興奮 表達到很多不同的情緒 貓是最像人 牠沒有人那麼多機心 我要食物、睡覺、玩三樣東西 就好像一個很單純的小朋友 所以我是很喜歡貓 這是我對貓的感覺 八年前做婚紗學業 有一次我去外景去石澳時 有個朋友叫我 如果你在那裏的話 幫我拍些貓回來 因為牠以前在那裏住 牠掛著那隻貓 我趁身影換衣時 我拿了一支長鏡去拍 我發覺貓 無論坐、站、睡、跑、躺、打哭、勞心、懶腰 有一個很漂亮的姿態 我怎樣拍都好像挺漂亮 然後我就開始培養了那個興趣 經常去拍貓 再加上後來我搬進村屋的地方 因為入對夜隊 有個感情出來 我是喜歡先拍照 貓是我最喜歡拍的模特兒 在我們拍照的角度 比明星我們拍 我拍了這麼多年照 我覺得是怎樣拍都漂亮 我就覺得挑戰性不太高 但是如果我譬如我拍堂貓的話 我覺得是會配合環境多些元素 可能有些色彩 或者玩多些光影的比例 或者在構圖上可以做多些景物 和貓的關係 環境和貓的關係 因為我專注是一個貓 和社區之間的關係表達 你見到我的貓長很多時 佔的畫面可能是十分一 或者五分一左右 其實香港很多不同的社區 都有一些貓仔 會在店鋪 我常常會和牠們接觸 另外有時候會去一些橫街窄巷 我感覺到牠們裡面 可能會有貓的氣息 地下會有一個水兜 或者有些貓糧 或者有些罐頭 我就會進去探索一下 會不會有些貓 我都會和牠們接觸 會和牠們拍照 很幸運我的工作 比較多一個自由時間 或者甚至乎我去看樓 客人走了 我又要走回公司 中間會有很多時間 我可以留意到很多橫街窄巷 或者不同的小的老店 所以我就會多些機會去拍貓 只要我離開一間屋 我就會留意附近會不會有街貓 尤其是晚上 這些我沒有經常出入的區 我都會看外面會不會有些貓 可能去廁所 去後巷借庫 看看有沒有貓 每一天都會去做 一般人走一條街 就是向前看 我就是向右看 其實我是看著那些店 看看有沒有貓 甚至乎若望 或者一些雜貨店 紙雜店 一些比較老色一點的店舖 我看看紙皮箱有沒有難度 紙皮箱就抓痕了有貓 會不會有些貓在雪櫥頂 走一些士多 有時會留意這些位置 我是乞丐的 每一天都會去 只要我不需要簽合約 我不需要看樓的時間 我就是在找貓 主要都是Instagram 一天裡面可能拍了十多二十張照片 當中我會選兩三張 我就會放上Instagram 一年就大概放五百張照片 另外我會偶爾放在Facebook 但是我就沒有開Facebook的專頁 因為Facebook的專頁 是你要課金才有人看的 最近就有一間cafe 就跟我合作搞了一個展覽 那個展覽就會把我一些外國拍的照片 就會放大了 曬了出來 陸續都有其他團體找我合作 我就沒有特別想去推這件事 我主要都是說 放我的照片 而幫到生意裡面 可以分到一些 去幫流浪動物或流浪義工 我就很歡迎